这边呢是升旗山最高的一家印度庙 Murugan Pembur 印度庙 这个印度庙啊 很美的 传统的那种印度的风啊 印度的那种风格 很漂亮的 他们的建筑 他们的手工 他们的手艺 他们的传承 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很漂亮 喜欢艺术的朋友来这里可以看一天 看到吗 非常的美 这个就是对宗教的一种供养 非常的漂亮 今天2024年1月22号 昨天我的孩子 他幼稚园毕业 所以没有空 没有做video 今天有空 来做video一下 看看啊 想问一下他的八字 是有什么讯息 或者需要注意什么 还有呢 他说 2023年感情让他晕了三次床 晕船啊 很痛苦 很痛苦 这是他的结还是流年的问题 看一下 好 我们OK 我们从这可以八字啊 我们可以知道啊 其实呢 他的这个物土非常重要 本命的物土非常重要 这个他一不见的时候啊 就是两个都来欺负他了 他有在的时候 还OK 如果他不在的时候呢 就非常出问题了 刚刚好 他讲2023年 他的什么 晕了三次床 床啊 不是床啊 床啊 为什么呢 因为雾鬼和 贵水把这个物土和掉 所以呢 这个来欺负他 OK 所以呢 这个欺负他的话 就是日主收客了 所以当然 会出事咯 然后接下来呢 是假成马 三十一是假成马 假成会怎样呢 一丑 已是 物成 假 须 心 未 甲成 OK 明年呢 就怎样呢 他 去刻这个死掉 他 过来刻他 也是死掉 所以呢 2024呢 跟2023呢 差不多一样 也是 日主备刻 然后日主备刻 什么东西会发生呢 就是你下面的 全部运程 就像一辆车 有四个轮子 他引擎 很不错的 但是呢 没有 电油 多么漂亮的车 多么引擎好 没有用 不能走 根本都走不到 所以 明年 2024跟青年的 都是一样 不好 很差很差 no good 然后呢 接下来怎么样 接下来就是 2025 所以 2025呢 他的运程 怎么跑 看一下 以仇 己事 物成 甲虚 行为 以事 OK 当以事 运一来的时候呢 这个甲木呢 刻这个物土 然后呢 然后呢 地支呢 就是 两个火来生一堆的土 OK 所以呢 他 2025年呢 他的运势呢 就会慢慢起来了 所以 只要他在 2024年 他预先知道 2024年 他的运程是很差的 他保持低调 不要去想什么 呃 因缘 也不要再想什么 晕了三次船 船 OK 只要他好好的 做好的事业 focus 好好他的事业 不要有任何的 摆棱头 啊 好好的做 这一年存钱 努力存钱 那么呢 25年的时候呢 如果有机会给他的时候呢 他能够把握到 他有一笔钱了吗 他就能够把握到 反而如果他今年2024 我没有点破给他知道 也是运差的时候 他继续去乱拼的话呢 就像盲人骑虾马 夜半零生辞 一样危险 所以 预先知道自己的运气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才会能够真正真正的去趋极 不要讲趋极了 真正真正的能够逼凶就很够了 OK 今天这个八字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